死神的能力一大部分都来源于斩破刀 如果他们的斩破刀突然不听话了 甚至生长出自己的意识想反抗主人 那就是一件超级可怕的事情了 我是黑白 今天给大家带来《死神斩破刀》一文篇 一个阴险的男人运筹帷幄 他信誓单单要付出在失魂界所有的伙伴 让他们都支冷起来 死神时代的终结时刻就要到来了 然而奇怪的事情就几二连三地发生了 先是医护睡午觉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 谁敢打扰医护大爷的睡眠呢 一个满脸胡子的大叔就站在医护后面 医护却完全不认识他是谁 不过熟悉死神动漫的各位小可爱们肯定知道 这就是医护的斩破刀实体化以后的斩阅大叔 斩破刀怎么突然活过来了 与此同时 练刺正在跟自家队长白灾切磋 本来练刺是绝对不可能抵挡咱们朽木家家主灵力的攻击的 就算练刺万劫 喊出废尾王手尾丸也不行 白灾的千本应在操控上可灵活得多 可是今天白灾在十姐的时候 突然隐约听到一声神秘的呼唤 接下来 千本应就把他的手给割了一下 斩破刀袭击主人的事情 可是从未发生过 所以白灾愣住了 练刺趁机进攻 在漫天鹰花一样的千本应中 使出沸沸大炮 这一招威力十足 差点就打中了白灾 好在白灾身经百战 立刻换出盾牌才阻挡了这一炮 不过切磋完 白灾的脸色十分差劲 也没说什么话 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搞得练刺都有点心虚 怪事不光这一桩 小白在跟自己的斩破刀 冰龙丸沟通感情 换出了那条帅气威猛的大冰龙 可是在他想跟冰龙 进一步亲密接触的时候 冰龙突然碎裂 冰龙丸好像突然不听使唤了 这让小白十分的惊讶 屋里突然传来乱局歇斯底里的叫喊声 小白被他喊得头疼 进屋看看这个丝毫不沉稳的副队长 到底在干什么 却怎么都没有料到 乱局竟然也是在跟自己的斩破刀 挥猫沟通感情 小白的冷汗都下来了 乱局副队长 你能不能有点偶像包袱 身为死神中欲解的代言人 你的粉丝千千万 要是看到不上班的时候 你就是在家这样跟斩破刀 吵架碎碎念 是要掉粉的 刚巧 厨森和永音来送东西 厨森说 自己平时跟斩破刀 也可以心灵沟通 斩破刀就跟他自己的朋友一样 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孤单艺人 小白都惊呆了 决定一个人要静一静 想一想 就连毛之花队长精心准备的 下午茶点心都不吃了 一番队的山本老爷子 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他不知道 此刻一群不速之客 已经来到了一番队的门前 他们是花天狂鼓 双鱼李和肉拿刹 名字是不是听着特别熟悉 没错 他们就是死神的斩破刀们 经了大叔的花天狂鼓 就算是实体化 也跟他的主人一样 娇美动人 扶竹的双鱼李 就是俩可爱活泼的小朋友 毛之花的肉拿刹 则阴阴沉沉沉的 看起来很可怕 他们的到来 让山本老爷子倍感焦虑 没多久 很多死神都收到了 山本总队长的信息 让大家集合 人们一脸懵逼的 来到了集合地 却没人知道 总队长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一片迷雾中 总队长没来 跌跌撞撞的走来了 雀部副队长 大家都问他 总队长到底想干什么 可是雀部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倒在了地上 毛之花说 心脏骤停 需要赶紧CPR 突然 大家发现一个阴沉的男人 在他们身后出现 这个男人告诉死神们 大狗子博村不干了 冲过去一刀 砍向阴沉男 但被阴沉男躲过 随后 博村直接使出万劫 按说在失魂界里 队长级别的人使用万劫 那震撼力可相当大 但是阴沉男丝毫不拒 接下来 博村发现自己的斩破刀天谦 竟然不听他的号令了 不攻击敌人 还一刀砍向自己 随后 天谦就实体化成了人形 失去了斩破刀能力的博村 很快被天谦打趴下 其他死神想冲上去帮忙 却发现自己的斩破刀 也都失去了能力 丝毫灵压都感受不到了 就连使解状态 都完全无法施展 阴沉男说 斩破刀在他的领导下 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 他们脱离主人 自立更生了 话音未落 城市里已经一片火起 斩破刀们 开始霍乱失魂界了 这个阴沉男叫村正 是朽木响合的斩破刀 朽木响合被封印以后 村正就各种捣乱 终于唤醒了死神们 斩破刀的意识 率领他们集体反攻死神 什么秀白雪 千本鹰 冰轮丸 蛇尾丸 灰猫 无数死神的斩破刀 全部实体化 他们站到了村正的后面 村正正是对死神们 下了挑战书 斩破刀被死神控制的日子 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 就是斩破刀 主宰死神的时代 另一边 医护背着斩月 在县市上蹿下跳 他感觉到 好像有什么危机 正在靠近 下一秒 露奇亚就从天而降 医护冲过去 一把接住露奇亚 可是要入行的 医护发现 露奇亚已经伤痕累累了 还没跟医护讲几句话 就晕了过去 朽木家的姑娘 能被人欺负至此 还真有点难以置信 医护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一个穿着和服 满头白发的女人出现了 她优雅至极 举手投足之间 都如贵族公主一样高贵 但是整个人 却透露出强大的冰雪气息 灵压让医护熟悉又陌生 这不是虚 但也不是死神 她抬手就对医护发动攻击 医护赶紧拔出斩月 一刀化解了白衣女人的招式 白衣女人让医护交出露奇亚 医护自然不肯 接下来 医护就傻眼了 这师姐的技能 初五月白 初五白连 这不就是露奇亚的招式吗 白衣女人笑了 这是我的招式才对 因为这个女人 就是秀白雪实体化的样子 真不愧是尸魂界里 最美的斩破刀 一番争斗之下 秀白雪离开了 医护总算能喘一口气 带着露奇亚赶紧逃离 本着有困难找喜住的精神 医护来到了喜住的小店 把露奇亚突赴给井上 在井上的照顾下 露奇亚很快醒了过来 她回忆起之前经历的一幕幕 还真是心有余悸啊 村政放了狠话以后 就跟死神们彻底闹翻了 死神们没了斩破刀以后 就跟鸟儿没有翅膀一样 根本无法施展出巨大的力量 而且不好的消息是 山本老头的斩破刀流任弱火 对主人极为忠心 不肯跟村政同流合污 村政索性让其他斩破刀 把山本的斩魂刀 连同山本老头一起 全给封印了 总队长都没了 死神们群龙无首 瞬间陷入无助当中 他们只好凭借自身本身的力量 去跟斩破刀们直接肉搏 一决冲上去 被冰龙丸拦下 其他死神也纷纷冲上去 挥刀开战 却根本不是斩破刀的对手啊 大家本打算先撤了 以后再从长计议 可是眼看着巨大的匹杀地藏 就飞了过来 拦在大家的面前 斩破刀为自己效命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要是斩破刀能再强一点多好 现在刀都叛变了 死神们就觉得 这家伙为啥会那么多技能 怎么那么难对付 蛇尾完一招沸沸大炮 效果比恋刺自己用得还好 飞煤和封死一路拆房子纵火 玩得不亦乐乎 没有主人看管的日子 不要太爽哦 五星头拎着大锤子 锤着手无腹肌之力的死神们 这可比打虚容易多了 没多久 失魂界已经是一片火海了 恋刺带着露奇亚想逃出去 但是却被炎灵丸和封死给截住了 不能使解的斩破刀 根本就是普通刀具 跟实体化的斩破刀 真的没法比 眼看露奇亚就要成为斩破刀下的亡灵了 白灾如神一样的出现了 这时候就看出了幽等生与差生的区别 差生没了斩破刀 就只能逃命 幽等生除了斩破刀 还有很多技能可以攻击制服敌人 比如白灾的鬼道六丈光牢 直接把炎灵丸控制住 不过村政可没打算放过他们 他带了千本鹰来对付白灾 曾经的主仆二人现在大打出手 可真是世纪之战 白灾为了露奇亚他们的安慰 拔刀挑战千本鹰 但是千本鹰的技能就是挨千刀 速度之快 几乎是所有死神都难以逃脱的 白灾很快被樱花海包围了 漫天粉红色的刀子 把白灾砸到了地下 露奇亚疯了一样的想去救白灾 却发现周围的空气变得寒冷了起来 秀白雪出现了 露奇亚只好跟秀白雪战斗 好不容易逃到了现实 遇到了医护 故事就是这样的 见多识广的喜猪也大叹 闻所未闻 因为斩破刀的本体 本来就存在于死神的内心中 死神通过与斩破刀本体的对话 才能激发斩破刀的力量 可是怎么就稀里糊涂地 让斩破刀的本体脱离死神的内心 自己支愣起来了呢 但比起斩破刀的本体是怎么独立的 露奇亚更想知道 他的大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刚巧 叶一大人从外面走进来 他带来了失魂界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静灵厅一片狼藉 战斗似乎告一段落了 但是建筑物全都被损毁 死神也是伤亡惨重 叶一先去了四番队的救护室 发现卯之花和队员们 全都上阵在紧急救护伤员 那群暴乱的斩破刀 在大战一场以后 就消失了踪影 福祉和精乐都在四番队的救护室这边 等着最风打探消息 其他队长应该也都安然无恙 叶一也十分想听一听喜柱的看法 就赶紧回到了县市 喜柱问医护斩破刀有没有异常 医护说自己的斩月完全正常 毫无异动 而喜柱自己的红击也是毫无异动 看来这股奇怪的力量 只能影响失魂界 对县市的斩破刀没什么影响 露奇亚颤颤颓巍的问叶一大人 白灾是否安好 可是叶一却说 所有队长都确认安全 但只有白灾下落不明了 被千本营吞噬的男人 就算再强大 也会凶多吉少吧 晚上医护睡不着了 正在床上发呆 喜柱的三个小玩偶 突然找了过来告诉医护 露奇亚失踪了 医护赶紧赶到喜柱的杂货店 看到房间里除了魂在那哭丧 哪里还有露奇亚的身影呢 喜柱说 穿戒门有被打开的痕迹 露奇亚可能太担心白灾 先回施魂界去了 医护让喜柱赶紧再打开一次穿戒门 他必须去施魂界 找那个傻姑娘 他自己的伤势还没痊愈呢 喜柱本来对医护这个提议并不赞成 毕竟现在施魂界乱成一锅粥 这个时候去 太危险了 但是叶依却十分欣赏医护的大胆 本来他打算明天一早再动身 返回施魂界调查的 既然医护小朋友说了 叶依就舍命陪君子 跟医护一起回施魂界吧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喜柱没办法 只好给这两尊大神打开了穿戒门 并再三叮嘱他们 一定要注意安全 医护带着斩月再次来到了试魂界 他能解决此次的斩魂刀暴乱吗 我是黑白 咱们下期见